大家好 这是我这周想做的一个经济感境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用的这个洗漱用品的话是 牙刷牙膏都是放在一个杯子里面的 然后杯子底部的话会会有会很潮湿 然后有水渍也容易发霉 所以呢我想通过一些小小的变化 然后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改进之后的 这个的话是之前同事的视频中被案例的一个 一个小小玩意 然后是一个硅枣土的水电 他一部分他会有一个吸水的功能 这样子的话我的杯子就到扣着放 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把里面水流下去的话 也不会导致说我的台面会弄湿 另外一方面的话是我的牙刷和我的牙膏的话 就这样分开放置这样的话就会变得很卫生 就这样分开放了 这样的地方就会变得很轻松